第701章 强势圣地 给本君死 杨简怒笑道 双手高举战神三尖刀 如同陨石般砸在石台上 直接砸得方圆千米内的楼房轰然倒塌 尘土飞扬 欲要将天空遮蔽 幽公子被四名黑衣人护住 迅速飞了出来 豪发未损 百慕妖君和明梦摩尊就略显狼狈 王刺双袖挥动 想要驱散周围的尘土 这时 后裔如同鬼魅般冲来 他双手各抓李斯和王简 杨简提着龙帝 迅速从尘土中飞出 这一幕让王刺更加恼目 当即要袭去 奈何虫鸣鸟忽然袭来 缠住他 双方都是大罗金先进圆满 谁也奈何不了谁 虽然虫鸣鸣灵志不高 但战斗意识可不低 再加上绝对的速度 打得王刺措手不及 这只鸡不简单 一名黑衣人对幽公子沉声说道 听得幽公子眼神闪烁 他可是知道王刺修为达到大罗金先进圆满 竟然被一只鸡搞得如此狼狈 看来此鸡来历不凡 目光在看向飞顿离开的后裔和杨简 他眼中更是一彩连连 尤其是杨简 英明神武 让他不经心生爱财之意 若是能将如此神将收入旗下 绝对爽 那人不过太乙玄先进后期 却拥有与大罗金强者抗衡的战力 也不简单 另一名黑衣人闷声道 他们四人修为 虽然都没有超过大罗金先进中期 但联手之下 保护幽公子横行八方 绝对没问题 杨简和后裔迅速回到 帝卫君所成的云雾上 将李斯 王简以及龙帝放下 陛下 接下来该怎么办 杨简强忍着兴奋问道 教中的秦军传出一道悠然的声音 杀了王赐 好 杨简当即兴奋地冲出去 他不过太乙玄先进后期的修为 却是赶往一堆大罗金强者中闯 勇胆无双 后裔抬头一笑 当即跟上去 另一边 王赐被虫鸣鸟纠缠得无比恼火 百慕妖君根本插不了手 生怕被误伤 当他看到杨简袭来时 他不由嘴角上扬 打不赢那只鸡 他还怕小小的太义玄先吗 随即 他翻手 拿出一把漆黑的骨刀 向杨简冲去 当 战神三尖刀和骨刀砸在一起 恐怖的力量 激起滚滚风浪 一人一妖 同时皱眉 好大的力气 他们都是如此暗精 但百慕妖君 毕竟是大罗金先进中期的存在 轻松将杨简阵飞出去 咻 后翼的剑再次射来 无与伦比的剑速 百慕妖君还未反应过来 就被洞穿左肩头 鲜血飞剑 云雾上 龙帝强忍着伤势 激动地爬起来 向秦军跪拜 声泪俱下地 喊道 多谢陛下相救 原本以为今日就要屈辱地死在古甲城 没想到秦军忽然杀来 让他有种做梦的感觉 李斯和王简也是如此 两人激动得老泪纵横 连话都说不出来 你们等会儿 朕给你们找疗伤药 秦军的声音从教中传出 他没有走出来 而是在教中翻阅神话系统 三尊大罗 若是让他们痊愈 秦军的队伍实力会提升好大一件 系统 给朕选出能让大罗竞强者 迅速痊愈的疗伤 圣药 秦军在心中催促道 如今随着他登上熊主堡 名传天下 他的名气只也得到暴涨 已经突破300亿 无比富有 另一边 幽公子对两名黑衣人吩咐道 你们两个去帮冥王殿 话音刚落 两名黑衣人便冲了下去 他们没有帮王辞 因为虫鸣鸟的速度 让他们不敢靠近 于是选择和百慕妖君 一起对抗杨俭和后翼 没想到小小的古甲城 潜伏了这么多大罗 白则落至金轿旁 轻声道 先前他去解决百慕妖君 安排埋伏在路上的手下 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 休 休 休 后翼站在虚空中连射三剑 分别洞穿百慕妖君的右肩和双腿 鲜血狂飙 疼得百慕妖君面容扭曲 杨俭找准时机 一刀砍去 可惜被两名黑衣人用长剑挡住 同时飞踹 将杨俭击飞出去 两尊大罗同时出腿 饶式肉身霸道的杨俭 也有些吃不消 身体砸在街道上 撞飞一鸣鸣修饰 滑出去数百米 将一座四层楼高的楼宇撞到 身形被尘土和瓦力淹没 找死 后翼眼睛充斥着杀意 当即对着两名黑衣人射出两剑 两名黑衣人即便有所防范 依旧挡不住 扑刺 扑刺 他们被射中胸膛 身形暴退 这一幕看得幽公子见眉紧促 连忙叫道 快退下 他高估了自己的手下 低估了后翼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存在 秦圣帝果然名不虚传 幽公子咬牙想道 早就听说秦圣帝手下强者如云 他一直都抱着质疑态度 因为他没有查出秦圣帝背后的势力 不到20岁的少年 怎么可能拉拢到许多强者 而且还是一群大罗 两名黑衣人捂着流泻不停的胸膛 连忙飞起 原来战斗圈 哄 哄 哄 王刺和虫鸣鸟身形交错 飞天入地 撞得一座座楼房倒塌 一鸣鸣修士被误杀 先卸飞剑废墟 一时间 整个古甲城陷入混乱之中 后一拉开射日神宫 对准王刺 眼神一凝 直接射出一箭 达到大罗金仙境圆满的 王刺比后裔高一个小净剑 并没有被他偷袭成功 但闪避的也有些险 哄 射空的剑落在地上 直接爆炸 狂风肆虐 吹得王刺一袍烈烈作响 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 王刺咬牙想到 大罗金仙中有如此剑术的高人 他压根没有听说过 后裔可不知道 他的心理想法 接连放剑 让正和虫鸣鸟纠缠的王刺 狼狈不堪 鸣 众鸣鸟忽然仰头私营 四只眼珠子 迸发出射人紫光 刹那间 王刺只感觉意识 忽然恍惚起来 下一秒 他就感觉自己的背部连中两剑 无比疼痛 得势不饶人 虫鸣鸟附身 直接用尖锐的鸟会 洞穿王刺的胸膛 这一幕 看得百目妖军 幽公子 明梦魔尊 以及无数修士 瞠目结舌 王刺要死了 下辈子 不要再得罪我家陛下 后裔将剑弦拉得圆满 表情冷漠 嘴中喃喃自语 这句话 只有他自己听得到 第702章 给我一个面子 咻 后裔放剑 好似火线般的神剑 穿透滚滚沉浪 欲要一剑了结王刺 刹那剑 伸受重创的王刺 忽然身形一扭 躲过后裔的剑 虫鸣鸟看到它还没死绝 再次俯冲下来 哪只王刺忽然抬头 两道黑光 以迅雷之速射出 击中虫鸣鸟 虫鸣鸟 顿时就如同石化般 垂直坠去 这一幕 看得远方的后裔皱眉 这家伙竟然还藏了 一手 与此同时 云雾上 秦军从轿中走出 身穿九龙至尊黄袍的他 看得龙帝三人恍惚不已 和万年前相比 面容丝毫没有变化 只是气质变得更具威严 让他们有种装周梦蝶的感觉 此丹药名为大罗复原丹 服用之后 一个时辰内 你们的伤势将痊愈 秦军将手中的白玉小瓶打开 里面有三枚好似珍珠的药丸 大罗复原丹 一枚价值一亿名气质 奢侈品 绝对的奢侈品 但面对龙帝三人 他丝毫不心疼 甚至有些惊喜 若非先前后一察觉到龙帝他们的修为 秦军还不知道 没想到 他们竟然都达到了大罗金先进 看来万年时间 他们都获得了天大的机缘 别看一万年很长 但想要用万年时间 突破大罗金先进 绝对比登天还难 真有这种神诞 李斯咽了咽口水 一身修为被废 即便重获新生 想要恢复修为 估计也要千百年 甚至更久 秦军笑着点头 龙帝率先接过丹药吞下去 然后盘腿运弓 见此 王俭和李斯对视一眼 也接过丹药服下 旁边的白泽 则眼中带着一色 他很好奇 秦军是从哪里搞来的丹药 竟然能在一个时辰内 让重伤的大罗金先痊愈 即便前世活在洪荒世界 他也闻所未闻 或许圣人 能炼制这样的丹药 反正他是没有见过 在下乃幽公子 圣地 可否给我一个面子 不再为难 王殿主 人可以让你就走 何必闹得不死不休 就在这时 幽公子的声音忽然传来 秦军转身看去 只见幽公子带着四名黑衣人 与王刺站成一排 此刻王刺的 伤势竟然已经恢复 只是一袍沾血 无比诡异 幽公子 全程哗然起来 幽公子 难道是九幽英帝之子的那位幽公子 怪不得他能让王刺笑脸相迎 幽公子 天哪 我没有听错吧 四 连幽公子都来了 我就说他是幽公子 你们不信 幽公子自报身份后 使得所有城中修士激动不已 这可是传说中的天才啊 秦军挑眉 当即回骂道 幽公子 镇还玉公子呢 哪里来的憋三 滚一边去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幽公子 竟然想当何事了 此言一出 修士们更加激动 秦圣帝撞上幽公子 火药味 简直要爆炸呀 果不其然 幽公子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王刺 百目妖君 都是以古怪之色 看向秦军 这家伙竟然不认识幽公子 真是愚蠢 得罪了九幽之地 一百个大秦天亭 都得被灭 然而秦军仿佛没有听到下面的议论声一般 自顾自的喊道 崇冰鸟 后裔 杨俭 还不快给朕杀了王刺 朕今日必要他的相上人头 看到龙帝三人的惨状 秦军心中的怒火 根本压抑不住 王刺必须死 而且不能拖 反派死于话多的道理 秦军深知 嗨嗨 这样说 好像他是反派一样 文言 崇冰鸟率先向王刺飞去 后裔更是拉起摄日神功辅助 见此 四名黑衣人 连忙护着幽公子退开 他们可挡不住后裔和崇冰鸟 疯子 疯子 幽公子咬牙骂道 俊梅的脸上满是愤怒之色 顶着九幽阴帝之子的名头 谁不给他面子 如果是婉言拒绝 还好 偏偏秦军还嘲讽辱骂他 使得幽公子心中 升起杀意 地位越高 越在乎面子二子 秦圣帝是吧 我迟早让你 跪在我脚下祈求 幽公子心中充满恨意的想到 定 触发支线任务 幽公子的杀意 任务详情 宿主得罪了幽公子 幽公子会想尽一切办法杀死宿主 若是宿主杀死幽公子 将获得一次神魔巅峰机会 一次神魔召唤机会 一次神魔军团召唤机会 同时也和九幽之地变为敌对关系 惹怒九幽阴帝 系统提示音 忽然在秦军脑海中响起 让他傻眼 奖励如此丰厚 等等 九幽阴帝 秦军顿时无语 怪不得那小子如此装逼 原来背后是九幽阴帝 雄主榜第二的超然存在 当时只若于天命大帝 秦军即使在狂妄 也明白自己和九幽阴帝的差距 他手下所有神魔家在一起 都不是九幽阴帝的对手 即便姬永生再出手也不行 13万年前 姬永生是当时第一 而现在 九幽阴帝是当时第二 姬永生曾说过 虽然如今 灵气远不如13万年前 但因为气远 这个时代 未必不会诞生 比他更强的存在 就在秦军无语之时 王刺被众鸣鸟 接连伤到 浑身渐血 还有后翼在远处放冷箭 使得王刺的心 无比愤怒和绝望 照这样下去 他必死无疑 王刺修炼的是 血魔神功 可以肉身重塑 但也是基于魔器和法力的维持下 这样耗下去 他将躲入万劫不复之地 一名黑衣人轻声说道 带着斗笠的他 让人看不清他的面容 表情 幽公子恍然 怪不得王刺伤势恢复得如此宽 不过他对于血魔神功 丝毫不感兴趣 因为他来自九幽之地 天地间 他不认为 还有其他地方的传承底蕴 高过九幽之地 即便是天命殿 休 休 休 后翼快速放箭 即便王刺和虫鸣鸟的速度极快 在全程范围熬战 他也能精确射中王刺 不说百发百中 十发九中还是能做到的 王刺一边防御虫鸣鸟的攻击 一边忍受射日神功的伤害 此刻他全身上下的剑伤 已经不少于百出 血魔神功 疯狂运转 体内法力迅速减少 突破地先进后 魔修也是以法力为基础 但魔器更具攻击性 所以大部分魔修都会淬炼一半魔器 第703章 沙殿主 秦圣帝 明王殿和我妖虚关系甚好 可否给我妖虚和九幽之地一个面子 白木妖郡看到王刺处境越发不妙 连忙教导 他倒是很懂得察言观色 看穿秦军之前不知幽公子的身份 因为秦军后面 听到下方的一润声后 脸色有变化 妖虚加九幽之地 当时除了那位存在 谁敢不给面子 然而秦军直接无视了他 九幽之地虽强 让秦军暂时不敢与之交锋 但并不代表他就怕了九幽之地 只是暂时留幽公子一条性命 只要幽公子不死 九幽英帝就不会为难他 待他羽翼在封建 九幽之地也得被他踩在脚下 咻 这时后裔一剑刺穿王刺的后脑勺 从其眉心间飞出 鲜血飞剑 王刺的表情瞬间凝固起来 达到大罗金仙境 圆满的他并没有被射爆脑袋 甚至没有当初暴毙 虫鸣鸟带着一连串的残影袭来 疯狂洞穿王刺的身体 使得王刺好似沙包般 毫无反抗之力 鲜血向着各个方向飞劲而去 杨检悬浮在远处观战 脸上满是惊叹之色 这就是大罗金仙境中 顶尖层次的战斗 无论是后翼的剑速 还是虫鸣鸟的速度 都让杨检看不清 甚至连王刺变态的肉身复原能力 他也猜不透 可恶 完了 王刺心中恐惧地叫道 他想要脱离战斗 但根本做不到 众鸣鸟和后翼的剑 已经限制了他的动作 再加上伤势越来越重 他的生机正在迅速逝去 他估计最多一炷香时间 他将彻底死去 秦圣帝 难道你真的不怕 九幽之地和妖须吗 百慕妖君怒声道 若是王刺死了 那妖祖接下来的计划 就要泡汤 他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幽公子也是满脸寒霜 秦君即便得知他的身份 也不给他面子 完全是在蔑视他 奈何虫鸣鸟和后翼 实在是太强 他们根本插不了手 只能动动嘴皮子 威胁秦君 秦君无动于衷 黄蜂吹动他的黄袍 但他的表情如神明般冷峻 白泽微微一笑 倒是正在疗伤的龙帝三人 看得止咽口水 他们已经看出 秦君的修为和万年前相比 没有太大的增幅 但秦君的手下 却是强的离谱 他们无法想象在这一万年里 秦君布了怎样的局 快点 别给他机会 秦君沉声喊道 后翼一听 顿时点头 再次将射日神功 拉成满园 众鸣鸟的四只眼珠子 更是蹦射出璀璨红光 与他对视的王刺 只感觉脑海一炸 意识再次恍惚起来 就是现在 后翼眼神一宁 运足全身法力 射出至强一击 巫族虽然是炼体 但初升起 肉身就会自主地 吸收天地灵气 转为法力 哄 这一剑远比先前的剑强大 好似长虹般 烈焰缭绕 掀起的狂风 将城中的楼房 废墟卷起 大地在剧烈摇晃 百慕妖君 幽公子 明梦摩尊等 全城所有人都看得瞠目结舌 被虫鸟迷惑神志的王刺 仍未察觉到 恐怖四长虹的剑 以极快的速度淹没 王刺 惊得虫鸟 迅速闪避 又是一声惊天巨响 后翼的剑 最终落在城外的一座山峰上 直接将该山轰得粉碎 完成支线任务 王刺的仇恨 获得一次神魔召唤机会 系统提示音 在秦军脑海中响起 也让秦军松了一口气 可算是杀了王刺 让行神拒面 中途也没有发生变故 风声呼啸 昔日繁华的古甲城 变得死尽 放眼望去 整座城已经变为废墟 数不清的修士 悬浮在空中颤抖 所有人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当他们看到后翼 和虫鸣鸟转身 向秦军飞去时 方才惊醒过来 王刺死了 哄 全程轰动 无数人惊呼起来 我的天 冥王殿店主王刺 就这么死了 没办法 对方太强了 尤其是乃之机 竟然压得 王刺毫无反抗之力 太可怕了 中荒要变天了 秦圣帝实在是太强势了 踩完神殿又踩冥王殿 这是要逆天啊 我有预感 秦圣帝日后 肯定能成为天地间的 顶尖大能 白目妖君 咬牙切齿地望着秦军 浑身颤抖不停 他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恐惧 这样的秦圣帝 他现在也不敢再威胁了 简直不能再强势 幽公子深吸一口气 贫富翻江倒海般的心情 沉声道 好一个秦圣帝 即便是他 也从未如此胆大望为过 直接杀了六殿三帝的一位店主 秦圣帝之名 今日过后 肯定又要名传天下 甚至在雄竹榜 再往上爬 秦军冷冷地 瞥了一眼幽公子 转身笑道 爬虫已杀 走吧 他刻意运足法力 笑声传遍方圆百里 让无数秦圣更加激动 把王赐比作爬虫 天底下 有几人敢这样说 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 古甲城内的秦圣 心潮澎湃 久久难以平复心情 你们冥王殿 接下来该怎么办 百慕妖君沉声 问道 王赐已死 冥王殿势必变成散沙 因为秦军等人太强 明梦摩尊 根本不敢调动修士大军 去追杀秦军 幽公子忽然开口道 我来帮冥王殿 巩固局面吧 此言一出 百慕妖君和明梦摩尊 都看向他 目光充满警惕 这种时候 怎么可能有人好心帮忙 一切都是 为了自己的野心 建主很快就会来 因为我们店主提前传消息 请建主来中慌 明梦摩尊沉声道 呦 公子一听 脸色微变 百慕妖君 更是吓得浑身颤抖 原因无他 因为他也通知了妖祖 可以赶来中慌 妖祖和建主 可不对付 更何况建主远强于妖祖 麻烦大了 百慕妖君冷汗淋漓 见到尊主 横扫天下 雄主榜第四的建主 竟要来中慌 那我可要好好见识一番 家父对建主的评价 可是很高的 幽公子姚善轻笑道 这番话无形之中 将建主摆在了九幽阴帝之下 即便排名真是如此 也让冥梦魔尊心里很不爽 这时 冥王从者 忽然跪在冥梦魔尊面前 拱手沉声道 请魔尊大人登位 担任新的殿主 第704章 文仲 开始召唤神魔吧 秦军坐在轿中 心里吩咐道 虫兵鸟站在他旁边摇头晃茫 傻乎乎的模样 仿佛刚才没有战斗过 击杀王刺 就送了一个神魔召唤机会 他心里有些不乐意 但也没办法 天老二系统老大 开始 随机召唤神魔 系统提示音跟着响起 这时 白泽的声音飘了进来 陛下 接下来该怎么办 直接回大秦天庭吗 秦军还未回答 王俭便急声道 陛下 我们得去找 蒙田 不能丢下他们 嗯 先把秦的人召集在一起 秦军同意道 他很期待现在的秦 有多大的规模 毕竟李斯和王俭 都达到了大罗金仙境 蒙田应该不会差 恭喜宿主 召唤到唐太宗李世民 是否重新召唤 李世民 西游记里的李世民 但无论是来自哪个 传说的李世民 都是菜鸡 而且 野心勃勃 不用考虑 重新召唤 定 开始重新随机召唤神魔 定 恭喜宿主 召唤到许世林 是否重新召唤 秦军 嘴角抽搐 许世林 那不是许仙的儿子吗 重新召唤 秦军 额头的开始抱青筋了 最后一次机会 若是再召唤到若姬 那他真的要抱走了 定 恭喜宿主 召唤到文仲 来自封神演义 是否还原前世记忆 文仲 秦军松了一口气 文仲虽然比不得后裔 虫名鸟 但好歹在封神演义里 表现很出彩 乃是商朝太师 相当于周寅里的江子牙 同时也是 结教三代弟子 其师父乃是精灵圣母 即便是死 文仲 也是死在雷阵子的师父 云中子手中 而且很大原因是 中了埋伏 后世有不少人 拿杨检和文仲相比 但他们没有正面交锋过 值得一提的是 两人都有三只眼 都没有太强的法宝 基本上是凭借自身本领作战 另外 文仲和江子牙一样 都屎边 即便修为远超江子牙 奈何江子牙手 哪打神边 凡是入名封神榜的人 都扛不住 所以曾经文仲很悲催地 被江子牙 从坐骑背上打下来 而这里 乃是另一片天地 江子牙的打神边 暂时算是废了 不还原前世记忆 把文仲的属性列表调出来 秦军在心中吩咐道 毕竟他手下有不少神魔 和文仲是对头 暂时还是不恢复 前世记忆为妙 等日后 忠诚度满直 再恢复神魔巅峰 自然而然会觉醒前世记忆 话音刚落 文仲的属性列表 便出现在秦军眼前 文仲 来自风神演绎 身份 雷祖 修为 大罗金先进初期 功法 天地雷法 五行遁法 神通 变心神木 法宝 雌雄双边 坐骑 莫七零 忠诚度 八十九满直一百 大罗金先进初期 秦军倒吸一口凉气 忍不住心中问道 文仲比杨俭为高这么多 好歹杨俭也有 风神大战三代弟子 第一人的称号 宿主 别忘了 杨俭可力敌大罗金先出期 系统冷亨道 秦军恍然 也对 杨俭和孙悟空一样 都是越阶战斗的变态存在 又添一名大罗金先 加上龙帝三人 秦军身边就有七位 再加上可以力敌 大罗金先进初期的 杨俭 相当于八尊 美滋滋 一个时辰 过去的很快 当龙帝 李斯 以及王俭痊愈后 皆是激动的不能自拔 神丹啊 李斯激动难耐 王俭也是如此 杨俭倒是满脸 复杂的望着龙帝 心中 可谓是被笑天犬热了的感觉 小白龙的修为 竟然超越了他 简直不能忍 李斯和王俭 都是大罗金先进初期的修为 在境界上 让杨俭仰望 但论战力谁高谁低 不一定 队伍在龙帝的指示下 向蒙田等人所在的山谷 飞去 黄昏降临 冥王城一片死寂 关于王赐 被秦圣帝手下所杀的消息 如同长了腿 一般 在中皇疯狂流传 冥梦摩尊 端坐在殿主之位上 左右两排 坐着冥王殿的长老们 冥王殿 一共三尊大罗 洛宾逊早已将死在南遇天世界 王赐也惨死 现在就剩下冥梦摩尊 而他也惨败于秦军面前 整个冥王殿的顶尖战力 都败给了秦军的手下 可谓是无比 倒霉 损失两尊大罗 冥王殿算是元气大伤 甚至地位暴将 光靠冥梦摩尊一人 想帮助冥王殿 维持住六殿三地的位置 几乎是吃人做梦 所以此刻整个大殿 每个人的心情都沉重无比 我们该怎么办 此仇不报了吗 一名长老忍不住问道 他一开口 顿时打破沉寂 其余人纷纷开口 发表意见 不能算 必须除了秦圣帝 你没睡醒吗 拿什么和秦圣帝斗 就是 今日秦圣帝连幽公子的面子 都不给 我们要是再和他作对 他估计会将冥王殿连根拔起 可恶呀 秦圣帝手下 怎么那么多强者 尤其是乃之鸡 完了完了 妖族可是在旁边虎视眈眈 冥王殿算是走向陌路了 听着长老们的争议声 冥梦摩尊眼中 蹦射出冷盲 因为戴着面具 没人知道他此刻的表情 但也猜得到 肯定不好看 即便在愤怒 一想到秦军 他心里就忍不住涌现出恐惧 尤其是虫鸣鸟 那日种鸣鸟洞穿他的腹部 抢夺冥王殿的记忆 让他至今想起来都心寒 哼 堂堂冥王殿 竟然跟民间市集一样 哄骂 成河体统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声音传入大殿中 让所有人感觉 被无形之物掐住喉咙 无法再开口 只见一名身穿黑袍的冷军男子 漫步走进来 一头黑发随意披散 如同瀑布 五官棱角分明 如同神明雕像 最引人瞩目的是他背着七把剑 呈扇形贴着他的背部 样式不一 随着他没走进一步 店内所有人的压力就增大一分 包括明梦摩尊在内 他虽然身形不算回吾 但气势如剑锋 让人心惊肉跳 剑 剑 剑主 一名长老产生道 满脸冷汗 第705章 妖祖沙来 剑主 明梦摩尊连忙起身 拘谨无比 眼前这位男人 可是雄主榜第四的存在 因为他所掌控的势力 远不如九幽英帝 所以综合排名才第四名 甚至有人说过 当时能和天命大地抗衡的强者 非剑主无二 当然 剑主和九幽英帝从未战过 也没有和雄主榜第三的炎黄战斗过 至少明面上没有听闻过 所以流言充满了争议性 但有一点不可置否 那就是 剑主绝对是站在天地顶峰的存在 王子已经死了吗 剑主一边向明梦摩尊走去 一边轻声问道 他的语气不带丝毫情感 如同他的剑 冷冰冰的 让人心寒 明梦摩尊连忙让位 并向剑主下跪 气声道 剑主前辈 你一定要为我们殿主做主啊 剑慈 长老们也跟着跪下 齐声哭喊 请求剑主帮他们讨回公道 这一幕若是传出去 肯定无数人不信 堂堂明王殿长老 竟然会集体下跪 即便是面对王次 他们都不曾这样 没办法 长老们不傻 甚至很聪明 明白 王次一死 明王殿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危机 现在只能依靠强者 而剑主是最适合的人选 举世不败的战力 再加上 和先被店主划一件的交情 剑主肯定会帮他们 谁都知道 剑主表面冷傲 但凡是他认定的朋友 就会力挺到底 当然 剑主的朋友并不多 剑主禁止来到店主之位 坐下 他扫视所有人一圈 无人敢与他对视 谁说一下情况 剑主沉声问道 得到王次的信 他便赶来 没想到还是来晚了一步 这让他心里产生一丝愤怒 明孟摩尊 连忙讲明明王殿 和大秦天庭 龙帝的恩怨 待他讲完后 整个大殿陷入沉默中 废物 剑主冷哼道 让所有人感觉胸口 被重锤一击 气血翻涌 吓得他们双腿颤抖 剑主的压迫感太强 换做其他人 一样 扛不住 秦圣帝 没想到这位后辈如此有魄力 剑主嘴角微扬 露出一抹欣赏的浅笑 当然 其余人都低着头 没有人注意到 王次给他寄去的信 是让他来制约妖族 没想到 中途杀出一个秦圣帝 不会去见见秦圣帝 你们自己收拾残局吧 剑主 冷声道 话音落下 他便消失在原地 长老们顿时激动起来 剑主出手 秦军手底下再多的强者也不够看 九龙拉轿 数十人 成云紧随其后 一路浩浩荡荡 让沿途的修饰 惊呼连连 那不是秦圣帝吗 天哪 真的是九龙拉轿 秦圣帝现在是要离开中荒了吧 应该不会吧 最近关于神木的留言那么多 秦圣帝应该不会错过 则则 若是秦圣帝也参与 还得了 云雾上的白则 将这些听入耳中 他不由好奇地问道 神木是什么 他虽然能预知未来 同小过去 但也只是针对生灵 不可能所有事都知晓 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在流传神木之事 据说很久以前 曾有仙神陨落于中荒 留下的神木 藏在中荒某处 里面有这位仙神的传承 因无数生灵为之疯狂 李斯回答道 教中的秦军 听得挑眉 顿时感兴趣起来 当年我确实杀了不少仙神 或许有某位仙神重伤 掉到了这里 然后灯枯油尽 机永生的声音 冷不伶仃地响起 秦军无语 需要你时候 你不在 能装逼的时候 你总是那么及时出现 另外 妖祖之所以派手下来中荒 时有八九和神木有关 李斯猜测道 既然如此 那找到蒙田后 我们就等待神木的开启 秦军的声音从轿中传出 或许神木中 有能帮助柳若来的宝物 至少比去西域安全 妖祖明显若鱼如来 秦军自然要挑软柿子 哼 还想等神木开启 今日你就得死在这里 就在这时 一道阴侧侧的声音响起 赫然是百木妖军 只见他拦在队伍前方 满脸细血地望着秦军的队伍 百木妖军 你来得正好 龙帝气笑了 这家伙 竟然不知死活地来拦截他们 正好让他报了追杀之仇 蝶冲动 后裔连忙拦住龙帝 杨姐 李斯 王姐 白泽 都疑惑地看向百木妖军 死妖 不过大罗经先进中期 先前被秦军吓得不敢多言 现在怎么追上来了 叫中 虫鸣鸟不安地鸣叫起来 秦军的眼皮 也莫名地跳动 不好 有大罗至仙降临 姬永生惊叫道 听得秦军头皮发麻 大罗至仙 不用猜 他也明白 妖族来了 他早就和妖族撕破脸皮 现在撞见妖族 绝对是九死一生 这时 百木妖军身后出现一个黑洞 一道伟岸身影 从中踏出 他身高两丈 披着虎皮制成的大袍 满头白发 随风飘舞 长着中年般的人脸 表情冷漠 浓眉之下的双眼 闪烁着射人杀意 头上还长着两根尖锐的鸡脚 妖族 妖皇出现前 整个天地的妖族最强者 他一出现 后裔等人 便感觉到无尽的压力 大罗至仙的气息 让大罗惊仙胆寒 秦军连忙走出惊叫 望着前方的妖族 他心头狂跳 在妖族面前 百木妖军就好似小了 一般 让人很容易忽略他 妖族的目光 看向秦军 四目相对 双方都看出彼此眼中的杀意 没错 秦军也想杀妖族 即便面对妖族今天的气势 他依旧不掩饰自己的杀意 他和妖族早已形成死敌关系 他明白 这时求饶也没用 况且他压根不想求饶 虫鸣鸟 落在秦军尖头 后裔 龙帝 杨俭 白泽 李斯 王俭 迅速挡在秦军面前 并立一排 皆是拿出法宝 严阵以待 天地寂静下来 百木妖军兴奋不已 脸上满是恶毒的笑容 仿佛已经看到秦军哀嚎的场景 龙雷鸣 此妖修为太惊人了 我们必须撤退 后裔低声道 劝戒秦军 不要乱来 第706章神炮之威 你不是说等朕去妖须找你吗 怎么 等不及了 秦军眷狂笑道 仿佛在嘲讽 妖族沉不住气 面对他的挑衅 妖族无动于衷 以一种看死人的表情 说道 任你巧舌如簧 今日必死 秦军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他的计划 使得秦军已经成为妖族心中 第二恨的存在 空漫步向秦军等人走来 这一幕看得秦军暗骂 就不能再聊聊吗 你们拦住他 秦军低声喝道 他明白自己等人根本逃不了 干脆不如硬干 一场 当即 他直接拿出一尊黑色大炮 其炮身长达两米 好似一条黑龙盘踞 龙嘴便是炮口 威武霸气 极具科技感 底部没有轮子 反倒是其尾部有两只扶手 可攻手掌控 正是魔龙神炮 赫然是秦军以前随机抽奖抽中的科技法宝 只要有充足的灵石 可摧毁一个月 杨俭 龙殿 王俭 率先向妖祖冲去 白泽 后裔以及 李斯倒是注意到了魔龙神炮 他们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这是什么玩意 秦军自顾自地往魔龙神炮中扔灵石 在魔龙神炮内部有戒子空间 里面的空间极大 塞入一座灵石都不成问题 麻痹 想杀阵 阵让你知道 什么叫残忍 秦军喃喃自语 把储物界中的三阶灵石 四阶灵石疯狂灌入魔龙神炮中 对付妖祖 一二阶灵石起不了多少作用 至于在网上等级的灵石 他暂时没有 与此同时 杨俭高举战神三尖刀 向妖祖劈去 这家伙毫不在意境界的差距 奋不顾身 毫无畏惧 面对来势汹汹的杨俭 妖祖嘴角 露出一抹嘲讽的笑意 抬手便向杨俭一掌拍去 双方相隔数百米 但杨俭只感觉 一股恐怖的力量扑面而来 轰的一声 他吐血道飞出去 身上的战甲都被轰得破碎 整个人好似断了线的风筝 杨俭 秦军怒声叫道 眼睛都红了 但他双手丝毫没有停下来 依旧疯狂地往魔龙神炮中 灌入灵石 妖祖必须死 秦军在心中咆哮着 杨俭可是他最新来的战将之一 怎能容忍敌人 将其重创 李斯连忙跃起 抱住杨俭 王剑和龙帝心惊肉跳 当即分开 从不同的方向 袭向妖祖 咻咻咻 后翼快速射箭 妖祖根本不闪躲 当神剑快要射中他时 直接被一层 无形的妖气挡散 百慕妖君 看得兴奋不已 双拳紧握 心中狂吼 这就是妖祖的力量 大罗之先的力量 他在妖须的实力 可以排在前时 即便新加入的六尔弥猴 也不一定能战胜他 但他心里清楚 自己和妖祖的差距 即便前不久 妖祖的分身被如来击败 也丝毫不影响 他对妖祖的崇拜 面对左右袭来的龙帝和王剑 妖祖面露不屑之色 体内直接爆出两股妖气 化为妖爪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撞上龙帝和王剑 一切发生得太快 饶尸后一眼 看得眼花缭乱 轰轰 龙帝和王剑 各自被妖爪 压得砸在地面上 碎石横飞 镇得方圆石里的大地都在颤动 一下子就解决三尊大将 看得秦军心中滴血 悲剧的龙帝和王剑刚 痊愈不到半日 又身受重创 生死不明 李斯和白泽准备动手 秦军沉声道 你们两个别去 虫鸣鸟交给你了 话音落下 他肩上的虫鸣鸟便 化作一道极光冲去 李斯和白泽 可不是战斗型的强将 即便他们修为是大罗金仙 但他们面对妖族 秦军担心他们会被直接秒杀 与此同时 秦军已经往魔龙神炮中 灌入数千块零食 毕竟他也是真仙境修士 神魂又强于童街 手速也快 但他仍觉得不够 你还想耍什么花招 你以为一座炮 就可以杀得了本座 妖族讥笑道 原来大名鼎鼎的秦圣帝 如此愚蠢 可惜他不知道 什么叫科技文明 什么叫科技法宝 秦军脸色阴沉 没有回话 心中却是在骂道 等会儿轰的你叫爸爸 虫鸣鸟带着一道道残影 撞击妖族 可惜都被妖气挡了下来 则则 此机不简单 有神兽的风范 妖族双眼放光 明显看上了虫鸣鸟 当即 他反手一抓 轻松抓住 高速闪掠的虫鸣鸟 虫鸣鸟思鸣 忽然四只眼珠子 瞪向妖族 刹那间 妖族恍惚片刻 就是这短短的一秒 虫鸣鸣迅速挣脱 虫鸣鸣闪开 秦军喊道 他万万没想到 最强的虫鸣鸟 也完全不是对手 他也看穿了妖族眼中的探索 当即忍不住 又要开炮 虫鸣鸟一听 当即闪开 秦军直接锁定妖族开炮 魔龙神炮 来自神秘的科技修仙事件 自带锁敌功能 数千块三接 四接零时 汇聚在一起的能量 猛然爆裂 轰出 轰隆隆 强光蹦现 天地失色 白目妖军只感觉一股狂风迎面袭来 吹得他长发 疯狂向后扯去 嘴皮子都跟着哆嗦起来 清醒过来的妖族 脸色微变 没想到秦军手中的大炮 竟有如此威能 但他也不闪避 抬起右手 嘴角上扬 露出蔑视的冷笑 这炮 李斯惊呼道 白泽也瞪大眼睛 后翼皱眉 五十名地位军 士兵无法再保持 冷峻 皆是瞠目皆舌 这一炮好似一道白光柱 直径达到百米 直接将沿途的地表压碎 泥土草线 和百慕妖郡 狂蜂肆虐天地 黑发乱舞 黄袍烈烈作响 秦军咬牙望着前方 眼珠都充盈血丝 一定要成功 秦军心中捏了一把汗 即便杀不了妖族 最好也要重创 否则今日 他们就别想活着离开 轰隆隆 大地剧烈摇晃 魔龙神炮的灵气炮 延绵数十里 沿途轰碎一座座山峰 地表形成一条巨大的沟壑 如同长达数十里的峡谷 则则 看来你手中的东西品阶不低 妖族的冷笑声 从沉浪中传出 让秦军等人脸色巨变 这头老妖还没死 第707张剑主战妖族 方圆千米 已是狼藉 尘土消散后 映入秦军等人眼中的 是一条长置地平线 镜头的巨大沟壑 妖族和百慕妖君 悬浮他们前面 相距五六百米 此刻的妖族 毫发未损 笑容依旧 那般狂傲 反而是他身后的百慕妖君 吓得够呛 陛下不妙啊 白泽眯着眼睛 喃喃道 绝美的脸蛋依旧 宠辱不惊 只是额头上满是冷汗 后翼和李斯的脸色 也无比难看 拉脚的九龙 惊恐地嘶鸣着 一股绝望 如同梦魇般 吞噬他们的心灵 秦军紧皱见眉 他没有 再往魔龙神炮中放零食 因为他明白来不及了 也没有效果 妖族肯定有防备 不可能再让他 贯入更多的零食 现在放下魔龙神炮 或许还能争取一线生机 没办法了 秦军耸肩笑道 虽然心里不甘 但现实如此 当然说归说 他还是催动大道升天轮 两道玄傲无比的金色巨轮 在他背后升腾而起 看得白泽等人动容 龙帝激动不已 一万多年前 秦军就是靠此招 镇压青湖王的 当日的战斗场景 重新浮上心头 让他有种恍若格式的感觉 甚至忘记了恐惧和绝望 咦 这不是机家的 妖祖看到大道升天轮 不由皱眉喃喃道 一时间 妖祖忽然犹豫起来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怪不得秦军崛起得如此之快 大不了死战到底 后翼 沉生道 浑身肌肉开始鼓胀起来 身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高 蛮慌气势 从他体内爆发 一股股颈风盘绕他周身 好似龙卷风 秦军深吸一口气 笑道 来吧 一起战死 也比窝囊求生好 说话间 他身后的两道大道升天轮 高速旋转起来 但这时 他忽然发现妖祖脸色阴晴变幻 不知在想什么 陛下 情况有些不对劲 白泽轻声道 美目紧紧盯着妖祖 秦军等人也注意到 妖祖没有进攻 而是悬浮在原处 脸色越发难看 怎么回事 秦军心中疑惑地想到 他仔细看去 发现妖祖其实不是盯着他 而是盯着他身后的大道升天轮 则则 大名鼎鼎的妖祖 亲自出手对付一名小辈 真是有意思 就在这时 一道冷笑声响起 让妖祖脸色巨变 秦军等人的表情 也越发不好看 因为这道声音 极具压迫感 丝毫不弱于妖祖 所有人 顺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剑祖高悬于云端之上 他背后的七把剑 已经出鞘 扶在他头顶 剑刃直指妖祖 我擦 怎么又来了一位神秘强者 秦军心中爆粗 这名黑袍人 气势极为锋利 望剑祖 咬牙问道 眼中满是忌惮之色 白目妖君吓得浑身颤抖 满脸不敢置信之色 没想到剑祖也来得这么快 剑祖可是许下过宏愿 要斩尽天下妖王 和妖祖 不知战斗过几次 每一次妖祖 都是重伤逃脱 剑祖 秦军 脸色巨变 白泽等人 也是如此 人的名术的影 普天之下 凡是达到太义境的修饰 谁不知剑祖之名 除了神殿 掌控下的数十玉 在其他玉 雄竹榜 可谓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神殿之所以不公布雄竹榜 是因为神殿出力 他们得给下面的所有人洗脑 认为 神殿就是众神之地 天地最强 这下子彻底完了 剑祖和冥王殿 可是有救交情 李斯苦笑道 他的话让秦军的心沉入谷底 难道天要绝踏 哪知剑祖和妖祖 竟然直接无视了他们 双方开始对峙起来 妖祖 让你逃了那么多次 今日你想怎么死 剑主脸色冷漠 头顶的七把剑忽然颤动 变出无数把剑影 横沉长空 四 秦军等人倒吸一口凉气 抬头看去 方圆百里的天空 悬浮着数不清的剑影 少说也有百万把剑影 任谁看到这一幕 都会崩溃 恐怖绝论的威压 弥漫在天地 杀气肆虐 吓得百慕妖君瑟瑟发抖 妖祖的脸色也铁青起来 一言不合就要动手 这家伙 简直是一条疯狗 站在他们这个高度 很少有人敢乱来 尤其是陷入京 大劫将至 天地间气氛紧张 剑主这次竟然一出现 就要动真格 让妖祖很是恼火 你难道不知道 王赐是被他们杀的吗 还是说 你已经不顾念旧情 妖祖沉声喝道 望着高空百万剑影 他额头上满是冷汗 剑主冷漠地俯视着妖祖 道 吴和 冥王殿没有交情 只和话一见有 王赐实力不足 被人所杀 能怪谁 难不称 你还想吴和你一样 跟一名小辈作对 他刻意在小辈二字上咬众鹰 讽刺妖祖 此言一出 妖祖气得浑身颤抖 像他们这种老怪 最在乎的就是 面子二字 一大欺小 即便他胜了 日后传出去 也不好听 以前倒还好 妖祖以他为尊 如今出了一位妖皇 名声对于他来说 可是很重要的 哼 废话不多说 受死吧 剑主右手指向妖祖 头顶的百万剑影 迅速向妖祖袭去 好似洪流 声势浩大 掀起的狂风 吹得秦军等人 连忙退开 轰隆隆 望着高空落下来的百万剑影 百慕妖郡只感觉天塌下来 剑主的杀机 锁定他和妖祖 使得他动弹不得 但妖祖修为远强于他 迅速闪避 不要 不要 啊 百慕妖君惊恐绝望地叫道 下一秒便被百万剑影淹没 气息瞬间消散 面对剑主的威亚 他连元神都无法理巧 逃脱 粉身碎骨 形神俱灭 大地直接被剑影 洪流状的爆炸 强光蹦现 闪耀整个天地 地表破碎 山峰崩塌 树林拔地而起 狂风吹得秦军都无法控制身体 倒飞出去 若飞后翼及时抓住他 估计不知要被吹到多远的地方 从远处看去 好似一道天柱猛然炸起 将高空中的云海冲散 形成漩涡般的环状气流 整个中荒都能感觉到 大地在震战 无数生灵惊呼 是何等恐怖的强者在战斗 第708章 鸡家之名 这是什么力量 秦军在心中咆哮着 震惊无比 望着身边只能勉强抗压的后裔 白泽 李斯 以及崇鸣鸟 他难以想象建筑有多强 50名地位军士兵 已经被吹跑 不知身处何方 狂风依旧在呼啸 前方满是尘土和强光 使得他们不能失误 而建筑悬浮在高空中 强光映在他的脸上 使得他的表情更加冷峻 剑主 这件事没完 本作 迟早要杀到你剑庭去 妖祖的怒声响彻 天地 鱼鹰滚滚 显然是逃了 这一次 妖祖是真身出动 但依旧逃顿 可见剑主 比妖祖强了不知多少 秦军丝毫没有 劫后余生的庆幸 因为接下来 他将面对更强的剑主 他倒是没有直接逃走 一是剑主想杀他 他根本逃不走 二是杨俭三人生死未卜 他不可能丢下杨俭三人 不管不顾 强光消散 但天地间依旧充斥着杀气 陛下 还不退吗 白泽轻声问道 雪白的额头满是冷汗 剑主的墙 超出他的想象 留下来 必死无疑 退 能怎么退 要走一起走 必须带上杨俭等人 秦军沉声道 这句话 倒是让白泽心神有些震撼 若是平时 他只会当笑话亭 但现在 生死关头 秦军的话 绝对是真心实意 从这一点上 秦军就比他的前世主攻强 无论是妖帝 还是妖皇 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利和生死 而非手下 白泽沉默起来 若是秦军此刻 查看他的忠诚度 就会发现又上涨 一点 距离满直就差一步 等等 剑主好像离开了 后裔沉声道 让秦军 白泽 以及李斯诧异无比 难道剑主真不是来找秦军报仇 只是寻敌妖族 秦军皱眉 想不通为什么 他怎么有种剑主 故意帮他的感觉 否则剑主应该绝杀妖族才对 刚才的阵仗 剑主 似乎是故意吓唬妖族 秦军想不通 没想到当时还有如此见到 通神的强者 姬永生 在秦军脑海中感叹道 看来姬永生 对剑主的评价也极高 去看看扬解他们的情况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秦军沉声吩咐道 话音落下 后裔 李斯以及白泽 便去寻人 一想到先前的种种 秦军心中满是愤怒和不爽 若非剑主强势出现 他现在可能已经是死人 此仇不共戴天 是你逼阵的 秦军眼神闪烁 原本还想就这么离开中荒 回大秦天庭 现在妖族搞得他心里愤慨不已 暂时不想回去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他不是君子 多等一个月都觉得晚 看来是时候 让后裔或者白泽 恢复什么巅峰了 秦军眼中满是摄人杀意 同时他也记下了剑主的这个恩情 他不傻 剑主十有八九是 冥王殿请来的 但没有针对他 反而帮他 虽然各种理由猜不透 但此乃救命之恩 不能抛之脑后 而且剑主刚才的风采 可谓是惊艳无比 若是能收服 那就爽歪歪了 当然 他只能这样想一想 不到半炷香时间 杨简 龙帝以及王简都被找到 他们都陷入昏迷中 气息微弱 还在没有丢性命 秦军拿出大罗复原丹给他们服下 然后一行人开始寻找九龙 和五十名地卫军士兵 一处千丈高的山峰顶端 剑主和妖祖相对而立 此刻的妖祖满脸愤怒 陈生质问道 你这个疯子 真要和本座死磕吗 妖祖可谓是蛋疼无比 这个疯子追了他上万里 都已经追出中皇 还不肯罢手 无事来劝你的 秦圣帝的背景 难道你还看不穿吗 剑主冷着脸说道 妖祖脸色更加难看 他咬牙道 他刚才使出了大道升天伦 难道他是鸡家的人 看来你也不蠢 秦圣帝可能就是大劫开启的重要角色 他肆无忌惮地发展 到处惹敌 但却能屡战屡胜 你不觉得蹊跷吗 剑主眼中似流露出嘲讽之色 继续说道 吴确实想杀你 但现在不是时机 你若是杀了秦圣帝 会惹怒鸡家 届时鸡家和你妖须开战 势必会牵连 其他早已按捺不住的势力 天地会因此陷入战乱 你确定你妖须准备好了吗 妖祖听得心中怒火滔天 但也无可奈何 最近的妖须 可谓是接连损失强将 就连她的分身 也被如来重创 此时开战 绝对吃亏 甚至可能负面 剑主转身 瞥了他一眼 道 大劫若是开始 吴第一个杀的就是你 说完 他便消失在原地 无影无踪 被威胁的妖祖 气得浑身颤抖 但又有什么办法 剑主乃是当时 站在顶峰的强者 他有自知之明 绝非剑主对手 鸡家 妖祖眼神闪烁 有不甘 无奈 也有仇恨和愤怒 似乎遇到秦军后 他就一直不顺 这只爬虫 就像是他的煞星一般 想起秦军 他就忍不住愤怒 夜幕降临 秦军等人在一处树林中休息 帝卫军士兵 九龙 以及金教都已经找到 无人丧命 杨俭 王俭 龙帝已经痊愈 此刻 他们围在火堆前 低头无言 今日之败 让他们深受打击 秦军捏断手中的木棍 抬头向旁边的后裔问道 可想报仇 后裔愣了愣 当即沉生道 自然想 虽然他今日未受重伤 但他没有伤到妖族 还差点被杀 让他感觉深受羞辱 自尊受的伤 很难恢复 其余人都诧意看向秦军 唯有杨俭 似乎猜到了什么 神情有些激动 系统 让后裔恢复神魔巅峰 秦军在心中沉生道 如今的后裔忠诚度 已经高达98 即便没有满职 恢复神魔巅峰后 应该不会叛逃 因为后裔有情有义 应该会更感激他 朕让你拥有更强大的力量 别让朕失望 秦军正重道 说话间 头顶出现一个黑洞 直接将后裔强行吸入进去 其余人看得瞪大眼睛 陛下 这是王俭小心翼翼地问道 果然 万年过去 秦军看似修为弱 实则更加深不可测 朕的神通而已 秦军洋装神秘道 第709章 巅峰后裔 何种神通 能让人强行变强 白泽忍不住问道 在大秦天庭 他就听闻了不少此类留言 一直心痒痒 其余人也都好奇地看向秦军 对此 秦军魔棱两可道 此神通颇具轮回之意 能让某些人 恢复到他在轮回中最强的状态 但朕需要付出的代价 也极大 神魔巅峰迟早瞒不下去 隐约透露一些 也能让龙帝等人 心底有个念想 不过龙帝 乃是小白龙 再想恢复神魔巅峰 知道小白龙竟然比杨俭还强 非得喷死秦军不可 对 明日后裔回归 你们将看到全新的他 秦军轻笑道 后裔可是上古大神之一 怎会弱 即便按照洪荒体系来说 后裔也算是大巫 巫族中仅次于祖巫的存在 陛下 接下来怎么打算 杨俭咬牙问道 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这样的亏 不服 秦军冷哼一声 寒声道 先找蒙田 他们 然后找妖祖复仇 连妖祖都杀不了 我们还怎么面对 如来 闻言 龙帝和王俭 都是振奋不已 李斯苦笑 在他看来 去挑战妖祖不明智 白泽泽没有那么想 他看得出来 秦军很有自信 他可不喜欢自己的主攻 软弱 秦军的霸气 让他很欣赏 他甚至忍不住想 若是秦军达到妖皇妖帝的高度 肯定更加猖狂 说不定连圣人都敢去踩 大家好好消息吧 秦军轻笑一声 然后盘腿开始练功 自身实力才是关键 随着他遇到的敌人越来越强 他必须尽可能快地提高实力 今日妖祖和剑主一战 让他意识到 大秦天庭在真正的强者 依旧是蝼蚁 更别说俯瞰天地的仙神们 还有天外的古仙剑 四日一早 文仲赶来 将众人从修炼状态惊扰醒来 只见文仲一身铁甲 褐黄色披风 身材魁梧 面容刚毅 看起来好似四五十岁 眉心间还长着一只眼睛 严肃威严 连忙拿出战神三尖刀 随时准备战斗 文仲 李斯 王俭 以及龙帝都觉得 好像在哪听过这个名字 但那已经是前世的事情 更何况 他们在这方天地度过万年 很难记起前世的点点滴滴 末将文仲 特来投拜圣地陛下 文仲翻身而下 丹西 跪在秦军面前 对于文仲 秦军还是很器重 这可是能文能武的好苗子 文仲 朕终于等到你 快快起身 秦军亲自扶起文仲 其余人则警惕地盯着文仲 此人有大罗金先进修为 不容小卷 又有大罗金先来投奔 白则嘴角一抽 因为系统的操控 他们这些神魔 都是冥冥之中 感觉跟着秦军会有大机缘 以他们的世界观 联系不到系统 或者说 在他们的脑海中 根本没有系统的定义 所以他们 都把这种道不清说不明的感觉 当真缘分 他们和秦军有缘 随后秦军为他们互相介绍一番 只是 杨检看文仲很不顺眼 不过文仲可记不得他 两人也就没有爆发冲突 陛下 你们在等谁 文仲疑惑地问道 他已经到了 为何秦军等人 依旧风轻云淡地待在原地 他可是听说秦军等人 刚杀了中荒的王刺 怎么还不跑落 秦军拍了拍黄袍上的落叶 轻声笑道 再等一位大将 大将 能有我厉害 文仲心中不服气 从秦军的言行举止 可以推断出 他们在等的人 很可能比他厉害 他不由向白则等人扫视去 除了龙帝修为 让他看不穿外 李斯 王剑 白则 都是大罗金仙境 初期 和他一般 杨剑更是只有太乙玄仙境后期 修为 帝魏军 则被他直接无视 秦军肩上的虫鸣鸟 也被文仲无视 这只鸡虽神聚 但终究是只鸡 定 后裔已经恢复神魔巅峰 就在这时 系统提示音响起 秦军顿时惊喜起来 连忙在心中催促系统 让他把后裔的属性列表调出来 后裔 来自上古神话 身份 大悟 修为 大罗智先进圆满 功法 巫神诀 法宝 摄日神功 神通 大悟之神 破天神剑 忠诚度 六十五满之一百 卧槽 大罗智先进圆满 秦军满脸活见鬼之色 他的动容 让其他人也戒备起来 还以为有强敌来袭 陛下 怎么了 杨剑睁开天眼 低声问道 三只眼睛向周围扫去 秦军没有回答他 而是揉了揉眼睛 反正属性列表 除了他之外 没人能看到 没想到后裔恢复神魔巅峰后 竟然达到了大罗智先进圆满 你满啊 这完全是吊打妖祖的节奏啊 只是他忽然发现 后裔的忠诚度 竟然降到了六十五 不妙啊 就在这时 他头顶出现一个黑洞 一股绝强的气息 从中一出 让杨剑等人脸色巨变 如灵大敌 这股气息 龙帝咬牙道 他们还以为是剑主 或者妖祖杀来 后裔缓缓从黑洞中踏出 他劈头散发 身形似乎又挺拔了几分 其肌肉让人看着 就能感受到近乎 爆炸性的力量 其气息搅动近风 盘旋周身 好似龙卷风包裹住他 惊得秦军等人连忙退开 待他完全踏出后 黑洞迅速缩小 消失不见 吼啊 我后裔又回来了 后裔仰头咆哮起来 震得整片树林剧烈摇晃 尘土 好似冲击波般 向四面八方冲去 秦军连忙捂住耳朵 其余人也都惊惧地看向后裔 怎么可能 李斯颤声道 文众更是傻眼 后裔的气息让他胆寒 难道这就是陛下 要等的强将 整个中荒直接炸锅 所有声灵都能听到 后裔的咆哮声 嘶 这嗓门 我的天 后裔是谁 好强的气息 这怎么可能 难道是大罗金线 不可能 这股气息比大罗金线还强 无数声灵都在惊呼 后裔发泄般的咆哮 仿佛在宣告 王者降临 声音极具压迫感 震撼人心 第710章 重火仪式 系统 后裔调的忠诚度有些多呀 秦军在心中不满道 虽然忠诚度低于零 才会反叛 但他花了多少口水 才把后裔的忠诚度 培养到98 现在直接降到65 他差点崩溃 洪荒乌祖指 兴奉盘古 这里的后裔 来自洪荒神话 恢复前世记忆后 心底 自然以盘古 或者祖物为主 同时 系统特意抹去了 后裔前世记忆中 关于嫦娥的一切 系统解释道 让秦军恍然 只是最后一句是啥意思 故意撮合他和嫦娥 秦军嘴角抽搐 他和嫦娥目前为止 都没有突破性进展 不过他也不急 现在这样也挺不错 得到系统的解释后 秦军抬头看向后裔 嘴角上扬 已经想好提高 后裔忠诚度的对策 长效许久 后裔方才停息 他缓缓落下 来到秦军面前 单膝跪下 抱拳贺道 参见陛下 杨俭 文仲等人都震惊地望着后裔 而白子的表情 充满了忌惮之色 他能感觉到 一股杀鸡 来自后裔 在洪荒神话中 妖族和巫族争夺天地 势不两立 最终大战 双方损失惨重 巫族近乎灭族 妖族元气大伤 被人族后来居上 那是在三皇五帝之前的神话 大罗志先进圆满 怎么可能 姬永生忽然在秦军心中咆哮 语气充满了震惊 他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一名大罗 经先进后期的家伙 一夜过后 竟突破到大罗志先进圆满 他有种在做梦的感觉 秦军无视了他 强忍着激动扶起后裔 沉声道 后裔 你果然没有让朕失望 后裔起身 转身 便是拉弓面对白泽 这一幕 吓得杨俭等人瞪大眼睛 白泽翘眉的脸 满是冰霜 但他并没有畏惧 而是坦然地望着后裔 后裔 你这是做什么 秦军连忙挡在白泽面前 喝道 他头疼无比 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妖族与巫族势不两立 他乃妖族军师 必须杀之 后裔 寒声道 如同野兽般的双目中 尽是杀意 在那个洪荒时代 巫族以十二祖屋为首 对抗妖帝帝郡 妖皇东皇太义所领导的 妖族天庭 巫族统治大地 妖族掌控 天 后裔乃是大巫 白泽 则是妖族天庭的军师 双方自然有仇 恢复神魔巅峰 也代表着前世记忆会觉醒 秦军虽然早有预料 但没想到事态如此夸张 面对秦军 后裔不由咬牙 缓缓放下摄日神功 秦军对他的嗯 他可没有忘记 心中已经发誓 这辈子不会与秦军为敌 只是前世的记忆和血脉 让他只能效忠于巫族和盘骨 若非朕以无上神通唤醒你们的前世记忆 前世的你们已经相当于死人 永舵轮回之中 秦军以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骂道 朕知道 你觉醒前世记忆后 依旧会为巫族赴汤蹈火 但这个世界可没有巫族 你的兄弟夸父 也在为朕效力 白泽 在知道东皇太医降临的情况下 依旧没有投奔东皇太医 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而你呢 你身为男人 难道还不如一名女子 放不下前程往事 后裔被秦军骂得狗血淋头 同时也恍然清醒过来 对啊 这里已经不是洪荒事件 其余人听得目瞪口呆 他们只震惊一件事 后裔已经突破 大罗之仙境 杨俭握紧双拳 心里满事不甘 他也经历过神魔巅峰 却远不如后裔提升的幅度 不过他前世听说过 巫妖大劫 后裔对于他来说 也相当于神话 陛下说的是 是后裔糊涂了 后裔深吸一口气 抱拳说道 但他心里还是芥蒂 所以故意不去看白泽 秦军拍着他的肩膀 若有深意道 后裔 你是为谁而活 为谁而活 后裔顿时恍惚起来 其他神话版本里的后裔 有的是国王 有的是将军 但他乃是大巫 前世 他是为巫族而活 为巫族而战 若在前世问他这个问题 他肯定毫不犹豫地回答 为父神复活而活 他的父神 也是整个巫族的父神 盘古 盘古开天 其精血变为十二祖巫 左眼为日 右眼为月 其中帝郡和东皇太一 便是太阳上诞生的两只金巫 祖巫 效仿盘古 以自身精血创造大巫 其中包括后裔 在创造偌大的巫族 因为盘古精血的原因 所以巫族最像盘古 看到后裔迷茫起来 秦军轻笑道 这一世 你就为自己而活吧 跟随阵征战三千事件 杀尽强敌 踏上你前世 未曾达到的高度 去看看 你未曾见到过的事件 更为广阔的事件 后裔被秦军说的 众活仪式代表了新的希望 他们都被秦军的话说得热血澎湃 都想突破巅峰 变得更强 新来的文仲一直没有开口 他满脸复杂地望着秦军 心中很是佩服秦军的话 这位主公虽然年轻 但雄心万丈 懂得笼络人心 日后必成大气 走吧 先找到蒙田 召集情 再去找妖祖算账 秦军挥手豪迈笑道 说完 便看向后裔 意气风发地问道 后裔 朕问你 你可有信心 战胜妖祖 三剑之内 必取妖祖狗命 后裔霸道自负地回答道 听得杨简等人 道吸一口凉气 妖祖的威势 他们昨日才经历 没想到后裔赶下如此保证 白泽则不惊讶 因为他知道 后裔有这个本事 随后秦军走入荆轿中 九龙拉轿飞空 后裔等人 带着帝卫军 成云而起 一处山谷中 蒙田和秦的数万修士修养着 此刻他们都在 议论刚才的咆哮声 那位后裔 到底是何来历 光吼声就这么霸道 肯定是绝世强者 后裔之名 估计要传遍整个中荒了 唉 也不知两位主公怎么样了 放心吧 龙帝去救他们了 听着手下们的议论声 蒙田心情烦躁 再加上刚才后裔的咆哮声 他更加不安 光是听到后裔的吼声 他就知道自己不敌 若这位后裔是 冥王殿的人 那龙帝三人的处境 肯定更加危险 待在这片山谷中 他们已经与世隔绝 还不知王赐已经被杀